ようこそ コンパースへ 歡迎來到 コンパース 五週年將近 台服也是得出生 我倒是真的沒想到 買很多錢還做了個影片 現在感覺挺奇妙的 看到現在有拍正人廣告 也有宣傳新聞稿 想要當年什麼都沒有的年代 莫名的有點感動 總之先匆匆忙忙弄著這個影片 隨意的聊一聊一下 順便推薦這個我玩了很久的遊戲 本片完全沒有接任何工商 沒有錢 單純推薦 先安心使用 Compass 戰鬥懸疑解析系統 在台體版的兩年 為圖轉身成Compass 陣地攻防戰 雖然我覺得原本的比較中二帥 但有就好 跟當年神奇好被證明成寶可夢的感覺差不多 沒想到我可以體會這種感覺兩次 簡單幾個重點提一下 3v3強點對戰遊戲 強調SNS社交系統 社交就像戰鬥 真的是一門很深的學問 未來也會新增5v5模式和音樂遊戲新奏 這邊就簡單的帶過 而過去分服的不同點在於 這次是台日同服同步更新 代表更多IP合作不用隔浮如隔海 看著流口水 相信我 我當年體驗過 真是痛苦 新入坑的朋友非常推薦 卡片等級固定 但晶片版無法繼續遊玩 和2v2也一樣 卡等固定只剩兩個人 最後就是大合戰 不定期舉辦 規則會有變動 一定時間內分為紅藍兩隊護偶 拿獎勵的模式 因為地主非常多 都需要先熟悉才能玩得更好 新人的朋友 先到活動場 體驗一下快樂的世界 再踏上成為匈奴的道路 沒有錯 卡等 240 卡等差 超過5等的敵對頭上 會有黃紅藍藍的鬼頭 蘇生 幹 有鬼頭 這幾年間增加的英雄非常的多 不管是合作還是本家 很難一次解釋 就由各位親身體驗吧 每位英雄都有不同的角色主題曲 如果您是喜愛音樂遊戲的玩家 可能在很多大型機台無疑間接觸過 但不知道跟這個遊戲有關係 因為歌也非常的多 所以持續來下手 有需要協助的朋友呢 下面留言 我能回答的話 盡量提供解答 比較簡單的像是 Google Pay卡 會先推薦 發明通的Wiki 下面資訊欄 給各位參考 但最後還是要看你自己的卡組 還有你順手的組合 沒有絕對強無敵這回事 只有你 能決定你自己的方向 非常推薦 欣賞 官方頻道的短片動畫 非常有趣 這邊就無奧雷了 其他資訊部分 10月19號 15週年 會在FB Kompass 正地攻防的粉絲專頁分享5週年的活動直播 12月20號正式開埔 相信的請你一架下面資訊欄的新聞連結 好的 比較實質化的部分差不多就聊到這邊 總之 希望Kompass這個IP能夠更好 在台舉辦更多線下活動 我自己也是非常想要親身體會一下 看到日本朋友能跑 唱會 低壓節儀 歌詩歌一樣的線下活動 還有咖啡廳 可以跟官方Cosplayer 互動 還可以直接買周邊 我也是各種羨慕 當然希望疫情早點結束 各位朋友才能安心放心的去玩 最後要結束了還是一絲一絲的喊個幾句 你喜歡你 Kompass 歡迎各位一起 Kompass 下次一樣 我們在什麼時候見 掰掰